字幕提供 已經五天了啦 要煮早餐 這超好喝的 大家好,我們是 瓜瓜 爺爺爬爬爬 我是瓜瓜 我是爺爺 我們現在是在寧夏 回族自治區的銀川 那幾天有網友 一直說我們兩個齁 一天到晚都只會吃 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就打算 繼續吃啦 哈哈哈哈 其實齁 吃東西也是懂飲食文化 我們中國人會說 民以食為天 媽媽小時候常會跟我們說齁 吃飯豐大啦 我們齁 都可以把這個大陸齁 好多美食齁 給台灣的親友看看齁 讓他們知道 大陸到底有多少好處的齁 再慕死他們啦 在銀川齁 有非常非常多的早餐 都是非常有當地特色的齁 我們這幾天就決定 開始來探索一下 這些早餐攻略啦 看現在可以 早上七點半耶 那個車就已經 都要快要停滿了齁 齁 那個主意齁 在銀川齁 那邊吃早餐真的是 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吃那麼氣派齁 齁 一個早餐就吃那麼好 不知道齁 我們的機會還夠不夠呢 都被我出光光了 哈哈哈哈 老闆 要有一個全家圖啊 我看這個全家圖齁 兩個人吃一下就可以了齁 它上面那個小菜齁 有八盤耶 太多了吧 這可能就是大陸這邊齁 特有的這個 吃飯的那個特色齁 非常非常地適合我 我們有發現齁 剛剛有個人走進來點那個 四東格齁 四東格好像是 之前我們就有看到他們 那邊是海底刀 海底刀對不對 海底刀外面也是 像這樣子一格一格一格的 但是一個是拉麵 一個是火鍋 這不一樣啊 我們也有看過很普通的牛肉麵喔 現在今天就來吃看看這個 樹宮格的 到底是什麼味道 嘿嘿 不要羨慕我們喔 等一下我就先吃看看喔 哇 這個真的是太大了啦 這是叫幾人分啊 這個喔 靠腰 我的媽咧 啊這個不是比我的臉還大咧 那比我家的那個 比我家的那個洗臉盆都還大咧 那你這個到底是多少錢啊 六十多啦 六十多 大概台幣兩百多 兩百多台幣喔 在台灣只能吃兩個雞排而已啊 啊然後在這邊呢 你們看啊 這邊給我們八種啊 肉就有三盤 八種配料 還有豆干呢 然後一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是泡菜 還有再加一碗比臉盆都還大的麵 兩個人真的吃過啊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喔 我等一下就把這油全部吃光光 好 吃個早餐要有那麼多配料 你們看這碗麵有多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種配料啦 你們看啦 牛肉麵跟你們講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這個湯頭 這個湯頭說實在的看起來 心水如策啊 然後我們看這個香味 嗯 高湯九五的牛油香 再搭配這個肉的香味 真的是相當的飽滿啊 在北方喔 我發現這邊的人喔 出面都不用湯匙喔 所以喔 厚厚厚厚厚厚 這個香味還是什麼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先來挖一口看看好了 不行啦 喔這個也好湯好重耶 拿不起來啦 還是把這個弄到小碗裡面喝好了啦 哇好飛龍耶 喔 這個湯帶著香料的層次啦 這個味道可是是真真的好啊 好啦再來吃看看喔 一口這個麵啊 喔這個麵怎麼出入 太多了喔 太好吃了 很多喔 吃麵的廣告都是好勁道啦 我看喔 這個喔 才真是好勁道喔 這個白蘿蔔喔 跟著那個湯一起煮喔 可以解油膩喔 在北方吃拉麵喔 剛剛那個老闆跟我說 喔 他們這個牛肉啊 當天在現宅的啦 然後現做喔 這個60斤的現肉喔 只能做出40斤的牛肉啦 這個是非常非常珍貴的牛肉喔 你們看 我們喔 這個市工格喔 點了10種麵喔 我們點了這個喔 叫毛細 還有這個 二細 還有這個 酒餌 還有這個大關喔 喔 啊這個酒餌喔 為什麼會叫酒餌呢 因為它跟韭菜喔 一樣寬喔 好 後來加一點看看 這個要剪 這個 喔太長了太長了 我來 吃的是毛細喔 吃毛細喔 喔啊這個不能吃太多 喔 掉到喔 為什麼嘴巴也掉出來 這個牛肉湯喔 喝得很香啊 我還可以再喝兩碗 這邊喔 老闆剛剛告訴我們喔 端上這桌的這碗 牛肉麵喔 一定要符合喔 一清二白三紅四綠五黃啦 也就是說喔 清湯是搭配這個白蘿蔔 還有這些紅辣子跟香菜蒜苗 最重要的還有這個金黃色的這個麵條啦 就會形成一個最正宗的蘭州拉麵喔 阿妳給我背太好了吧 欸對 我剛剛背很久 雖然喔 我們現在不在蘭州啦 但是明天現在喔 離這個蘭州很近啦 所以這邊喔 也很愛吃牛肉麵喔 阿不然下次我們去那個蘭州蘇飯飯 好啦 哈哈哈 真的太沉了 我們都已經快吃光了 還是有剩 今天已經吃了嗎 實在沒辦法 大概吃了這種碗 大概吃了20碗吧 不要覺得我誇張 這個碗其實還不大啦 真的 還有一些小菜還沒吃完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這個早餐了啦 真的是在大清早的時候 吃這一碗牛肉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喔 現在都已經早餐八點半了喔 八點半 喔 早餐喔 去床吃一個熱呼呼的麵喔 喔 肚子非常的滿意啊 明天喔 我們又要繼續吃了喔 探索雲川這邊的早餐美食喔 我們這期視頻就先分享到這邊喔 喜歡我們的別忘了 幫我們點個關注喔 還有喔 當歌按讚喔 按讚 還有下方喔 留言跟我們說 這個早餐香不香喔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